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给大家介绍一下 加一 冰丁 雾极 耕心 人鬼 这是两株 两个数字为一株 那么总共是五组 为什么会五组呢 因为是有五形 十天干组合的五形图 看着这 加一 东方木 东方 它也是春天 丙顶 南方 火 你看 冰顶代表火 我们再看一下 这边一溜的是属于阳 这边一溜的是属于阴 加一 乙都是木 一个是阳木 一个是阴木 合起来是东方木 加 方位上是正东 阴木 就是东偏南 二十七度 那么我们看一看 它是东方木 丙顶是火 南方火 雾极 中央图 这个中央代表是什么 十四季 十四季都有图 正月二月 三月是图 四月五月 六月是图 七月八月 九月是图 十月十一月十二月是图 它这个四个图分在四季 最后的一个月 所以中央图 物是央图 即是阴图 耿顶 西方金 耿顶 就是锦银通天许 它是硬金 新金 正西方 它是属于黄金 特为西方金 人鬼 碑方水 人是阳水 鬼呢 是阴水 都在北方 它是水 金 木 木 水 火 土 方位 东方 南方 中央 西方 北方 这是四正方 四正 就是东西南北 分 加以兵临 更新人鬼 其实这里的 含有八方 要想了解的更透 下边呀 我给大家讲一下 八卦配 十二宫 也就是十二地址 八卦配十二地址 夹带着五行和定向 大家往这个图上来看 这个图 大家看一下 我们绘图是绘得还挺好看的 很符合逻辑 我们大家看一下 想从子 网友们咱想从子看 因为十二生肖 子是老大 从子开始 子 子 丑 银 看到吗 咱先看一下 这一圈的大字 这是一个手掌心 子水在悲方 丑土 大家看一下 这是丑土 这是银母 这是卯木 尘寺五位 身有虚害 那么亥猪 子水 丑土 这三方 汇成了一个局 汇成了悲方水局 这叫亥子丑 也就是猪 老鼠牛 那么猪在西北 老鼠 在正北 牛 就骗东北方位 大家看一看 这个汇水是属于前卦 这个子水 是输于 坎 输于坎 子水是坎 坎 仇途 是 更卦里边的 啊 银母 也是 更卦里边的 他在东北位 这两个 都在 东北位 喝起来叫 仇 更 银 他代表东北 啊 子水代表正北 那么我们再看看 一母 毛母 淳土 这叫一毛 淳 会东方 墓局 一母 毛母 这个是 东北方位 这个是正东方位 这个是偏东南方位 大家记住 东北到正东 到东南 这个阴母 代表是阴虎 毛母 代表是毛兔 臣 代表是龙 这就是 正一我 二我 三我 最后一个我 臣是代表图 啊 那么 我们再看一看 他这个是正卦 东北这个呢 是更卦 毛母是在正卦里头的 这个尘图 是在迅卦里边 在东南 在东南的同时 还有一个四伙 他都是属于东南卫 属于迅卦 大家记住 这个呢 有点复杂啊 有点复杂 我给你讲过一遍 然后我给你定位 还有一个 大家看一下 四五位会成南方的火局 大家知道这是三个卦工啊 看着吗 四伙是迅卦 五伙是利卦 未图是坤卦 这就是说 四伙五伙六伙 这是农民 活最旺的时候啊 那就是火局 石在东南 五麻在正南 在利卦是五麻 迅卦是石 灰 是卫图 啊 卫图 他叫四五卫会 南方火局 这是三个卦工 大家再往西边来看啊 西南这个方位 还有一个身口 正西方位 对卦 还有个有机 西北有个前卦 里边有个虚构 这个身金代表金 有金代表金 这个身金代表硬 硬金 有金代表软金 对卦 属于正西方 西北是虚构 叫身有虚 三会 金举 身有虚 那么 就是这个牌掌当中的 大家看一下身金 有金 小手指度 这三个地方 啊 这 一二三 它是会一个金局 手指的最顶端 这一间四五卫 这三个是会成南方火局 这个东方 英 卯 陈 这一个师之这三个卦工 它是会成木局的 手指根部 害子丑 会成是北方的 水局 这叫八卦 配十二弟子 加上卦工 你好懂 大家看看哈 我龙怪的讲一遍 害猪在西北位 子水在正北 丑妞 在偏东北 汉子丑 和北方水局 银 在东北方位 马牧在正东 春土在偏东南 这叫银卯成 会东方牧局 银湖 马兔 成龙 四十五麻 魏阳 是合的南方火局 在手指尖上 小手指 这三个 沈猴有机 虚构 汇成了 西方经 这是十二弟子 大家记住 左手阴茅 称赐五位 沈游许和 那么再看一看这个八卦 你看看这个 前卦 这还代表是西北 坎卦是正北 更卦是东北 正卦是正东 逊卦东南 利卦正南 坤卦西南 对卦是正西 对卦里头 有有金 前卦里头是 虚 虚狗和害猪 坎卦里边是 紫鼠老鼠 甘卦里头是 丑牛和老虎 银虎 正卦里头就是 卯兔 逊卦里头是 成龙和四尸 利卦里头是 吴麻 坤卦里头是 卫图 生猴 对卦里头是 有金 这是八卦 配十二弟子 就是这个图 希望大家把这个图 看会 来会的看 多看几遍 就可以了 今天这节课呀 我就给大家讲到这里 下节课 我们再见